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波佐渡频道 前段时间GTA线上更新了全新的验下特辑 这其中就包含全新的所罗门猜试 有10个电影道具要你收集 那么这期就给大家分享的是 所罗门全10个电影道具的收集攻略 那么这其中7个电影道具是固定位置的 3个4随机事件 这可能的随机位置还是挺多的 我在视频后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首先第一个电影道具 就在所罗门工作室的门口 在一个垃圾箱的旁边 很显眼的 收集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送回工作室了 每送回一个电影道具 你就可以获得5000经验值 还有1万美金的奖励 第二个电影道具 在Sterbury的拖衣舞男爵乐部里面 在这里你需要搞事情 才能进入到里面的经理室 到了经理室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桌面上有个电影道具了 同样的拿到了之后 把它送回给所罗门 这就是第二个电影道具了 接下来你在桌子上是可以看到它的 接下来你来到钻石独藏 第三个电影道具就在里面 接下来你前往南西手间 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第三个电影道具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在赌场局里面的卡牌座旁边 同样的拿到之后把它送回给所罗门 第四个电影道具在军事基地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高的导望塔 而电影道具则是在导望塔旁边的值班室里面 在它的附近降落 从这个绿色的大门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电影道具 麦可的崩溃危机 同样的接下来就把它送回给所罗门 第五个电影道具在西部的这里 有一个小屋子 在房子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 上面摆了一个很明显的电影道具 同样的你拿到电影道具之后就送回给所罗门 第六个电影道具在西部的沙滩海岸这一边 到了这一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外星人的头 这就是第六个电影道具了 接下来送回给所罗门之后 你可以在柜子上看得到 第七个电影道具在山上斜角的这一边 然后你在石头上可以看到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第七个电影道具了 第八个电影道具是我在法治城这边遇到的随机事件 现在手机上的时间是中午12点半 当然也有可能你不会在这个时间点遇到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后车厢有个虎皮地毯 这就是电影道具了 同样的接下来把这个道具送回给所罗门 然后你在他办公室里面的地板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虎皮地毯了 第九个电影道具是我在最北边的路上遇到的随机事件 现在我这边手机上是往上9点半 当你把这辆车拦下来之后 就可以把它送回给所罗门了 这就是第九个电影道具 第十个电影道具在阶级部下面的这一片地方 现在我手机上的时间是早上9点半 这是最后一个电影道具了 你可以看到车厢后面有一个木乃伊 最后呢 索罗门会发一个讯息给你 讲理你一个东西 说这个东西呢 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 他到底留了什么宝贝给我们 在打开宝箱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物归原主的一些东西 好的 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 大家对这个cosplay的奖励还满意吗 我还是换回我的小裙子吧 关于我身上的15亿呢 是怎么来的 我之前也有做过视频节制啊 这是之前阿若新的巨压杀现金卡 免费的时候买的啊 买了15亿 那么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 up主会放一些随机地点的地图 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结束本期的视频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量网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GTA的最新攻略了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